虽然这里有个比亚迪系统 但其实我今天要试的这台车是一台丰田 今天的这条视频我会开着这一台丰田新的纯电车型 BZ3 在广州的近郊去转一圈 好好地去体验一下这一台车 坦白说其实跟这一台车接触之前 我是带着一些主观情绪 甚至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偏见 中国进入了这一个新能源的时代之后 中国的这些车企基本上已经是占据了主导的一个地位 哪怕是过去非常强势的欧洲车企 TBA在这一个市场上也没有打开局面 甚至很多的一些汽油车的市场份额 也被这一些新能源车给抢走了一批 韩国车就不用说了 他们现在已经是一种卷不动的状态 甚至是给我的感觉有那么一点躺平了 而日本车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过去所说的三小强 在电动车方面其实也一直没有拿出一些 真正跟这一个时代能够非常契合的一些产品 但更重要的是 你似乎感觉不到他们在新能源方面 有相应的一些积累还有准备 欧洲车企虽然说现在不行 但是你是知道他们有做一些动作 有做一手准备了 连丰田新上任的社长他自己都承认 丰田在电动车的研发方向上面可能是错误的 因为过去他们一直坚持在混合动力的这一条道路 所以他们可能在纯电动方面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准备和布局的 这会是让很多喜欢日系车的朋友觉得非常着急的一件事情 像丰田里面落实到产品的BEC3也好 BEC4X也好 这两台车在市场上无论是它的销量还是热度 似乎给你的感觉都非常的不容乐观 所以今天说实话我本来是抱着看笑话的一个心态 我是真的很想来看一下丰田去做一台纯电动车 BEC3到底这一台车能差到什么程度 但说实话这一台车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惊喜的 丰田内部对于这一台车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 首先它也是一台丰田车 其实它是一台务实的家用车 从几个方面来说吧 从价钱来说 这台车大概是16万到19万这样的一个价格 这样的定价能够让它的对手瞬间少了很多 你环顾市场一圈之后 你会发现这一台车可能是在这一个价位里面 你能够买到的 相对来说它的品牌不错 空间不错 续航不错的一台车 现在的这些电动车 我们谈到它的三大件 其实已经变成了三电系统 辅助驾驶 智能座舱 这一台车我觉得在这些方面 其实是能够叫出一些能够让你满意的一个答卷的 它的电池是由比亚迪给他提供的 这一个磷酸铁里的刀片电池 有两个续航 50度电还有60度电 对应的续航是515公里 以及616公里 我们以前经常说对于电动车来说 它的造价成本的原因 它的电池是比起你传统的这些燃油动力要来的更贵的 所以可能在相应的价格之下 你确实连最基础的这一个续航的能力 都是一个明显的短板 但至少在这一台车上面 不会是这一个局面 其次呢 关于它的辅助驾驶 你会看到从16万的那个入门版本开始呢 它已经是标配了这一个L2级别的驾驶辅助 虽然它不见得有特别强悍的一些能力 但是我是对于这一套系统能够放心的去使用的 它的车道保持还有它的跟车各方面 其实控制的都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第三个 关于它的智能座舱 智能座舱的这一块呢 它的整个大屏幕其实就是比亚迪去帮它做的 所以刚刚开场的时候你也看到 当我点开它的时候 比亚迪的K哥系统 它直接都不隐晦的就在这里展示了 相比于过往的日本品牌的这些车企来说 我觉得至少这一个车机是能够实现 我们当下的一些智能的需求 刚刚提到的那一些呢 可能是关于它的实用性层面 但是真正让我惊喜的 真的就是这一台车开起来的感受 首先第一个 很多电动车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一件事情 我能够拥有这一种依然比较贴地的一个坐姿 你知道电动车它的电池平铺底板之后 很多时候你的坐姿都可能做的跟一个SUV差不多了 但这个不同它还是能够做的比较低 然后整个中控台能够环抱着你 所以你坐在这里整个驾驶的坐姿呢 是很舒服的 其次就是关于这一个ETNGA的平台之下 它跟其他TNGA的车型是一样的 它的整个转向呢 能够给到你一种非常不错的反馈 转向上面的这种回中力度呢 是一种非常轻柔的感觉 可以给你营造出一些 你非常清楚它的指向 同时又能给你很轻松愉悦的一些驾驶氛围 再有就是在动力的层面了 它是有高低两个功率 低的有135千瓦 高的那一个有180千瓦 一台前驱有180千瓦输出的前驱车 这相当于在汽油车里面什么样的状态 Type Allo GTI 差不多就是这种性能钢炮的一个水准 我不是说这一台车开起来真的很有运动的驾驶氛围 但是这一台车它会是一台你愿意驾驶的丰田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最后的一点呢就是关于这一台车的底盘 虽然丰田给到这一台车的定位呢 是一台中型的轿车 相比于过往的这些丰田的B级车来说 要稍微差的那么一些 但是又比起过去的这些A加级别的车 要好上了不少的一个维度 所以整体搭配出来久违的清爽的感觉 完全是去油腻的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特别的喜欢 而且在这一次上面呢 丰田对于这一台车还做了很多有突破性 很有创造性思维的一些尝试和设计 那这一些一会儿到了目的地 再慢慢跟你分享 关于这台车设计的部分呢 我就不打算再过多的去赘述了 因为我相信大家刚刚通过那一段空径呢 这一台车好不好看 大家自然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评价 主要看一下在这台车身上的一些小小的设计上面的细节 比方说前面的这一块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主动进气闭合的一个隔山 整台车呢它是用到了6倍的造型 所以其实这一台车它的风阻系数是降的比较低的 同时关于整个车型的比例上面来说 它虽然只有一个4米7多的车长 但是这一台车它的轴距呢 比起亚洲龙要来的更加的长 所以这就是电动平台之下带来的一个好处了 比较特别的一点呢 是这一个门把手当你解锁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翻着进去的 那你直接这样开门 它会更加接近于你理解的那种传统的门把手的发力 就跟特斯拉的那些比起来 我觉得这个会更好一些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当你合起来的时候 你看这边是平的 但这边呢就会有一个公差了 所以这东西看着就会有点不熟 BC3的这一个内饰呢 你是能够感觉到丰田希望在电动车 这一个层面上面给到你更多的一些新鲜感还有新意 所以做进来之后确实你能够看到很多一些 过去没有在其他丰田上面出现的设计的小细节 但唯一它很传统的一点就是它依然有这一个启动的按键 你上车的时候必须踩着刹车点它才能通电 下车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这一个可能跟大家现在的使用习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 在设计的层面呢 如果说这一个屏幕是比亚迪做的 其实我觉得它也能像比亚迪一样做一个旋转实话会更好一些 当然了比亚迪的加入呢 对于这一个车机系统来说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种娱乐方面的丰富程度 真的是比起过去的丰田要好了很多 那可能也是在这一个级别里面 能够成为大家选择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我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 发现了有两个我非常不爽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就是当你在导航行车的状态的时候呢 我如果想中途切换一下目的地 你是没有办法去操作那一个导航的 然后第二个在行车的过程当中 你连驾驶模式都是只能停下来的时候才能去调整的 在我个人看来这两个真的可以说得上是bug的 我希望未来他们在这个系统更新的时候 能够把它重新给纠正过来 这个方向盘的造型呢是我个人真的是特别喜欢的 因为它是很新颖的一种款式 上下都是这种平底式的 握起来的手感很贴合也很纤细的一种感觉 再结合刚刚在驾驶的时候 我说了它的那种转向回馈是很棒的 我觉得这一个方向盘当然也是加分的 它的直径也是非常小的 所以握在这里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很舒服很好 它有做了一点点的创新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方向盘当你调整的时候呢 它是连着上面的这一个柱体 包括那一个屏幕一起在动的 你看一下是有那种开飞机一样的感觉 而且这一个方向盘呢它是极控了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它的转向灯是变成了法拉利同款的这种按键 然后这两个小拨片你一定猜不到它是干嘛的 左边的这一个呢是切换远近光灯 右边的这一个你点一下 它竟然是控制雨刮的 所以这一台车身上很多的这些控制的东西呢 都跟过去的丰田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摸索的时间 但这个方向盘呢我也发现了 只能把它调整到最低的状态之下呢 它才不会挡这一个屏幕 稍微高一点 这一个屏幕已经被挡了半截了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挑出来唯一的一个毛病 那最后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车厢里面的材质了 刚说了很漂亮的这些设计的细节 你在拍照的时候真的是很不错的 但是你坐进来 你敲到这一些印制塑料的时候呢 你是能够感觉到这一台车的一个廉价感 但我觉得这一点呢并不会妨碍我去选择这一台车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买回来之后 我自己通过自己的渠道 把这些东西全部包上一层皮 其实整个车厢的那种品质感也就能够保证 包括我觉得日系车的精髓 就是这一个空调出风口的杯架 然后这边的这一个它设计还是不一样的 它的门把手都是隐藏式的 然后这一个车窗的控制按键 大众的ID是用两个按键控制四个车窗 这个指一指导是用一个按键控制四个车窗 你要切换在这里你才能知道 它到底现在在控制的是哪一个 后座的部分我觉得真的是值得称赞的 虽然你在镜头里面看起来 这一个坐垫似乎是平平无奇的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坐垫的这种厚实的程度 以及这种柔软的程度 丰田是很清楚的 这一台车是一台家用车 后座的体验一定要舒服 所以它选择了这种把它填充的极为厚实和柔软 你坐起来真的就是那种大沙发的感觉 而且因为它是电动车 所以它的地台是纯平的 包括这一个坐垫它也是平的 这就意味着坐三个人的时候 中间的这一个乘客它真的体验不差的 而且你看一下它的整个中控的造型 这个中央安座是里面收进去的 这一个脚可以这么摆放 你在哪一台五座的轿车上面 坐中间的这一个乘客有这样的享受 我觉得似乎真的不多 所以这应该算是他们创新的其中一个体现吧 那在后面的这里它还掏出了这样的一个储物的空间 放放手机还行 坦白说跟这一台车接触完之后 我觉得是让我对于丰田去做电动车 这一件事情的信心是大增的 它并不是一个笑话 相反这一台BZ3极有可能 就是丰田在电动化领域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在这台车的身上 你是能够感觉到丰田在做一些勇于突破和创新 一些新思维方面的呈现 现在意识到问题 以丰田的家底来说 我觉得还不算是太晚 但可以预见的是 在短期之内 也许这一台车并不会获得很好的一个反响 因为对于年轻的那批用户来说 市面上也许一些更加吸引产品力的车型 会被他们给吸引过去了 而对于老的那一批丰田的用户来说 也会觉得这一台车身上很多跟传统汽车 反向的一些操作的逻辑 让他们短期之内没有办法去适应 不过我觉得这一台车展现出来 恰恰最好的就是关于它的品质 这种优秀的品质就是在于 它依然是那一台非常务实不刷存在感 很实用的一台家用车 所以中庸之道放在电动车的领域 丰田也依然能够贯彻这一个种子 我们下期再见 这条车展现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用户打开